启人忧天线 智者观赘物 启人忧天的预言故事 想必大家小的时候都已经听大人讲过了 对不对 启人担心的是天空会掉下来 而担心天上掉下东西的人 可不是傻瓜 小到会弄脏衣服的雨滴 雪花 鸟屎 大到可能会伤到人的陨石 未经残骸 反正是除了掉馅饼 什么都有可能会掉下来 如果真的掉下来东西 也没人希望它们落在自己的头上 雨滴打湿了衣服 还得去晾干对不对 鸟屎落在了汽车上还得去洗车 要是掉下个大石头的话 可能就直接下辈子再见了 其实天上掉下的东西还真不少 从陨石 流星到火箭碎片 空间这样的残骸 说的夸张一点 凡是在天上的都有可能会掉下来 在我们本期的无奇不有当中 就跟大家来分享 五个骇人听闻的天空坠物 节目开始之前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我们 开启你的奇妙之旅 第五位 掉落的空间站 空间设备绕地运行 其实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 它们已每小时 两万八千公里的速度 无休止地飞啊飞 虽然大部分时间 它们都能够从容地 去应对这些工作 但是万物都有容错率 总会发生一些意外 一旦事故发生 这些卫星或者航天设备 就脱离轨道 从天上掉进地球了 当然呢 也有非事故坠落 当工作结束之后 旧设备为了给新设备 让出轨道而牺牲自己 比如说在2018年4月2号的时候 中国的首个空间站 天宫一号 在完成使命之后 进入大气层 掉入太平洋 绝大部分的器件 在进入大气层过程中 稍时销毁 因此呢 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这个8.5万公吨的 这样庞然大物 会砸到谁 据分析啊 被空间站碎片砸到的概率呢 比六合彩 重头奖的这样的一个 概率都会小上100万倍 有什么空间设备 尽管掉吧 地球上的我们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完全不用放在心上了 话题回到空间站的掉落上面啊 天宫一号呢 并不是第一个 从天上掉下来的空间站 在1979年7月11号的时候啊 美国首个环绕地球的航天站 天空实验室 坠入大气层烧毁 而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啊 他的坠落 竟然和发射一样 引得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天空实验室的空间站呢 全长是36米 最大直径是6.7米 质量约77吨 包括轨道舱 气闸舱 对接舱 太阳望远镜呢 可提供360立方米的工作场所 里面还包含 数百个生命科学 和物理科学的实验设施 自1973年的5月份 到1974年的2月份 先后接纳过三批航天员 1979年 当美国宇航局NASA宣布了 天空实验室空间站 要与人们永别的消息之后呢 它的入地坠落 迅速成为全球所热议啊 嗅觉灵敏的商家呢 还制作了纪念款的T恤和帽子啊 赌局上呢 还甚至开始压住 空间站碎片坠落的时间和地点 旧金山晚报 甚至开价1万美元 悬赏天空实验室空间站的第一枚碎片 互为竞争关系的旧金山记事报呢 也向公众来开价啊 如果说这个爆料者 被坠落的碎片造成了人身 或者是财产损失 中奖 20万美金 而丧心病狂呢 内部拉斯加州 甚至还花了一个圈 想要空间站瞄准它坠落 据专家计算说啊 这个天空实验室的空间站的 碎片击中人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 为152分之一 碎片击中10万人 以及以上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概率呢 为7分之一啊 而实际的危险 远比数字要吓人的多 NASA呢为此成立了特别的小组啊 随时准备好前往任何 可能遭受碎片袭击的国家 去进行预警工作 并做好准备工作 这件事情呢 甚至在菲律宾的国内啊 引起了群众的恐慌 以至于总统 费迪南德马克思阿佩亚 在国家电视台上 特意的安抚群众 告诉大家 不会有重大事故的发生 NASA预测呢 空间站预计在 7月10号到14号之间坠落 最有可能的日期呢 是12号 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的预测呢 是14号当天 最终啊 这个坠落日 被提前到了7月11号 地面控制员 在坠落前的几个小时 还对坠落方向进行了调整 以降低其掉入人口 稠密区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NASA将空间站 瞄准了南非开普敦 东南部1300公里处的一个地点 于世界标准时间 16点37分开始坠落 但是这个意外还是发生了啊 来自于美国空军的 秘密跟踪系统的数据表明 由于四个计算错误 天空实验室航天站 没有像美国宇航局 预期的那样迅速燃烧 碎片呢 也并未降落在南非的开普敦 而是在西澳大利亚珀斯以东 约480公里处 最终呢 发现于西澳大利亚 埃斯佩兰斯和罗班纳之间 位置为南纬31到34度 东京122至126度 碎片坠落地半径 约为130到150公里 西澳大利亚当地的一些居民 和一名航空公司飞行员 看到许多色彩鲜艳的火球 和大块碎片在大气中来分解 最终呢 掉在了这块地球上人口 最稀少的土地上面 分析表明啊 天空实验室 在距离地表16公里 才开始解体 比预期中的要低很多 着实惊出大家一身冷汗 目击事件也使美国宇航局担心 在埃斯佩兰斯和罗班纳 发生人员受伤或者是财产损失 而埃斯佩兰斯郡表示一切正常 而且呢十分大度地 向NASA开出了仅400澳元的罚款单 澳大利亚人民呢 也是展示了他们的友好啊 在2009年4月份的时候 公路电台的斯科德巴利 从他的早见节目听众那里啊 是筹集到了这笔款项 并代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支付了这笔罚款 当地人斯坦桑顿 在他位于埃斯佩兰斯的家中 发现了24件天空实验室的碎片 一名费城的商人 邀请他全家前往旧金山 领取了旧金山晚报 开出的1万美元的奖金 1979年环球小姐选美比赛 定于1979年的7月20号 在珀斯举行 在选美舞台上啊 人们甚至将天空实验室的 一些碎片展示了出来 下面这张诡异的照片 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 传说当中 这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照片中的死者 也可能是一位伤者 身体皱皱巴巴的 但是穿着一袭 天使一般的长袍 而最奇怪的是 他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 这可真是无奇不有啊 不过这张照片的真假 还不得而知 人们已经争相给他命名了 天使从天而降 天使坠落地球等等等等 如果说关于这张照片 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认知的话呢 或者你想到了一个 更加兴起的名字的话 请留言告诉我们 来看今天的第四名 天上掉黄金 2018年3月份啊 有一架 载有价值约3.78亿美元的黄金 薄金和钻石的旧运输机啊 在起飞的时候 不小心洒落了货物 在西伯利亚 下写了传说当中的黄金雨 据机场的官方人员称啊 该运输机 从雅库特机场出发的时候呢 飞机的货舱舱口 在起飞过程当中突然裂开 导致近200块 纯金砖滚落到跑道上 和附近的鸡血里面 这个听起来 简直就是老天开眼了 给大家伙三点财 而事实上是没门啊 警察和机场工作者呢 很快就封锁了相关区域 并且找回了所有遗失的黄金 看来啊 天上真的会掉财宝 只不过不是给人捡的 只是给大家开开眼界 如果说有一天 天上真的掉下来金子 那你最好呢 头骨够硬啊 或者呢 恰巧戴了个头盔 你想啊 这个标准金条的重量呢 为116.64克 从高空掉下来啊 是飞来横踩 还是飞来横货呢 还真不好说 来看今天的第三名 高尔夫球雨 1969年的一场金盘大雨之后呢 佛罗里达州的 蓬塔哥尔达的街道上面 到处都是数不清的高尔夫球 这让海滨社区的居民们 感到十分的困惑了啊 因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表示 并没有大量的丢失高尔夫球 那么这么多的高尔夫球 到底是哪来的呢 经过分析啊 这可能是水龙卷带来的 龙卷风经过球场的池塘 把几十年来被糟糕球技 打进水里的高尔夫球 连同池塘里的水一起吸走 带到了天空 然后呢在佛罗里达州的上空 下起了高尔夫球雨 似乎啊这雨前面的金块雨 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实则不然啊 被黄金砸到了 这个脑袋够硬的 说不定就发财了 被高尔夫球砸到的话呢 不仅得落个鼻青脸肿呢 而且还没出说理啊 毕竟这是老天爷干的嘛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第二名 斜雨 西解兰里面啊 天空经常会下起斜雨 但是呢 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了这种景象 请不要害怕 这只是被卷入云层的红色尘土 或者藻类的浓度 到达了一定的灵界值之后 遇冷和雨滴一起降下来了而已 为了让这种现象听起来 不那么的令人毛骨悚然啊 人们又把它叫做西瓜雪 但是呢 2008年在哥伦比亚一个农村 降下了一场红色的暴雨 似乎呢 与一般的解释相违背了 这个地区的应用科学水平啊 也不太行 导致大家都以为 这是上天对人们不道德的行为降临的一个责罚 甚至呢 一位哥伦比亚细菌学家声称 血雨中微红色液体呢 实际上含有真正的鲜血 这个大忽悠啊 结合了科学和宗教 成功地唬住了当地的人们 想要知道其中的缘由呢 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个血雨的故事啊 那这个故事呢 告诉我们 有时候是微生物导致了这奇怪的天气现象 2014年西班牙的北部 几个村落的居民发现 他们喷泉里的水变成了血淋淋的红色 吓得他们啊 腿都哆嗦了 以为是杀人凶手在这里放干了受害者的血 然后顺便洗了一把手 其实理性想一想啊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研究人员发现啊 雨水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微小藻类 学名雨生红球藻 富含虾青素 在外界的压力之下呢 会产生红色素 因此呢 形成了红色的血雨 什么鬼神之类的解说啊 都可以退下了啊 血雨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 唯有科学才是合理的解释 来看今天的第一名 陨石 每当说到天降之物啊 陨石肯定是躲不开的话题 陨石呢 是来自于外太空的彗星 小行星和流星体等物体的一部分 在进入大气层之后呢 幸存下来 最终呢 到达行星或者卫星的表面 各种摩擦压力和 与大气气体的化学相互作用等因素 导致其升温并辐射能量 然后呢 形成一个火球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流星或者陨星 天文学家呢 把最亮的流星称为火流星 而地质学家把 一种大到足以形成撞击坑的流星呢 也称为是火流星 按照这个传统啊 这个陨石呢 一般分为三类 第一呢 是石陨石 是一种主要由硅酸盐矿物 组成的一个岩石 第二呢 是铁陨石 主要由金属铁镍组成呢 第三呢 就是石铁陨石 它的这个含有大量金属和盐石原料啊 按照这个现代分类呢 陨石根据它的这个 结构化学和同位素组成 以及矿物学分为几类 小雨两毫米的陨石呢 被归类为微陨石 无论是否穿过大气层 都能够影响其他天体的陨石呢 被归类为地外陨石 陨石的本身啊 就是比较稀罕的一个东西啊 而被陨石砸中的东西呢 更称得上是天选之物了 概率呢 比刮彩票重头等奖还要低 所以呢 万一你有什么东西 被陨石砸中了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发大财了 比如说这辆被陨石砸坏的 1980年的二手雪佛兰麦瑞宝 这样的一辆老掉牙的汽车 竟然成为了一件收藏品 身价瞬间翻了30倍 原价300美元的它 被人出价1万美元买走 而砸中它的陨石呢 更是卖出了6万9千美元的天价 最终的二者都被收藏进了博物馆 成为了传世经典 那除了这个汽车和陨石啊 当地的媒体呢 甚至出价200美元 悬赏这次陨石造成的车祸周边的 车倒碎石 这可能是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交通事故了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说你知道更多刺激惊险的天空坠物事件 请记得留言告诉我们 更多精彩视频无奇不有将继续为您呈现 下期节目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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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